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到这里就完完全全地被这边的环境征服了我的内在世界 不过今天来到封冰箱就要为各位特别来介绍这里的格马兰族的香蕉丝的编织 以及这边的漂流木的木雕 今天走去部落就要带大家一起来到花莲县封冰箱来体验这边的人文汇碎 要前往花莲县封冰箱的朋友们 可以开车走国道一号至汽纸系统交流道 转走国道五号过雪山隧道 由苏澳交流道下往台十一线的方向来行驶 即可轻松抵达临海的花莲县封冰箱 安崙 嗨 桑波 你还好 哎呀 今天非常特别 来到了这个花莲峰冰箱的港口部落 今天就是要拜访我们的桑波 我刚看你说得很轻 这个是你最新的作品吧 是啊 是啊 这对啊 对呀 你猜啊 猜喔 好 蝸牛 啊 怎麼會是蝸牛呢 這樣喔 那我再猜一次 這個是鐵是不是 是 加上這個 石頭 它是複合的 這樣喔 有點像那種 豆苗 對 我要表現的是 它那個 種子在發芽的那個樣子 這樣喔 那你怎麼會想說把這個石頭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這是一個創作啦 就是一個公共藝術的作品 然後是講到 講到土地啊 然後講到 環境 我想把那個豆子的那個生命 生命的力量 去 當它 一顆種子在發芽的那種力量 給它做起來 這個算是石雕吧 石雕 對對 那你過去一開始就是接觸這個嗎 一開始沒有 我是做木雕 木雕 對 這樣喔 這是什麼樣的木材 這是牛樟 牛樟 牛樟木 對 喔 欸 我以為這是繩子耶 喔 很像喔 這是一體成型的嗎 對啊 那就是繩子啊 一體成型啊 這個雕光真的很細耶 哇 這個綁的那個結都非常的細膩 這個是整顆木頭裡面的 是是是 沙布爾 這一位來自於港口部落的青年 尚常利用漂流木 作為自己的雕刻工藝品的素材 每一尊作品 都是從木材既有的形象 透過自己的創意加以設計 雕工細膩 就連這尊雕像的繩子 也是與最快木頭一體成型 所有的創作 沙布爾喜歡用木頭的肢體動作 來表達意念 這兩尊被捆綁的手 與向天吶喊的男人 再再表現 對失去土地的無助相當傳神 沙布爾的創作 大部分都跟部落爭取土地的意念 有關聯性 哇 後面這個建築物呢 非常具有這個創意跟設計感喔 除了這個做木雕之外呢 其實沙布爾 這個房子呢 好像也是你個人的那種得意作品 也沒有啦 就是 就是想要把自己想要的那個 房子的結構做起來而已 怎麼會想說這個建物的部分 就是說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用很自私的感覺 對啊 其實如果蓋一間很自私的房子 其實很簡單 我想要去做 像每個角度啊 它沒有那麼尖 我不喜歡看很尖的東西啦 就是有角度的啊 我都把它那個角度都切掉 用成是 都是有浮型的 對啊 這樣看起來會 可能就比較舒服吧 你說的作品是漂流木之味 就連房子 連水泥也把它弄成好像漂流木這樣 是嗎 有那種味道耶 所以你就就是喜歡那種不規則的感覺 是 這感覺就像是這個 武俠小說裡面的那種 石壁 機關重重 總會想要說 連自己上窗戶 要用這個水泥來去做 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只要是 颱風進來都很大 對啊 所以要把那個門啊 窗戶都做得很穩這樣 強化它這樣子 對 好少看到 應該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這種像是機關一樣 對 水你也可以這樣指使 對 是啊 這個 這個呢 是那個 非常細膩耶 這個是樹葉的紋路 對 這應該是那個木瓜的那個 木瓜葉 對 砍上去的 所以是在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先把它破蓋在上面 對 創下了之後 它的整個紋路就已經 對 印在上面 非常細膩耶 嗯 砂布伊的創作能力 不只有在雕刻工藝上 工作方的建築 可都是平靠著自己的雙手 一點一滴的打造 就因為簡單的房台概念 這像是電影中的機關 水泥也可以做成可移動的窗戶 當然 砂布伊的藝術特質 讓這一間 位在港口部落項鏈海岸的房屋 顯得特別醒目 而創作運用在生活 生活更結合創意 這一間極具有創意感的房屋 簡直跟這一片海景 和而為一 怎麼感覺好像來到外星球啊 會嗎 這個 你這個水你怎麼弄得像木材一樣 哇 好像騰 又像木 真的 來到了這個 潘朵拉星 哇真的是 在這裡呢 這個整個環境呢 配合 就是砂布伊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呢 真的是渾然天成 非常的協調 可以看到這邊的海面 當然了還是想請教 這個是椅子吧 對 是椅子 那除了水泥之外 它裡面是什麼呢 裡面有鋼筋 鋼筋喔 你坐看看 好 可以坐看看 不用 好穩喔 好穩喔 可是好燙 因為被太陽給曬了 對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 一直讓我眼睛就是 目不轉睛的環境 就是這個整個的一個遮陽棚 嗯 哇好像一個隧道 隧道喔 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 我要想要去表現那種 就是海浪的那個情 就是那個浪花的 就是浪浪捲過來的感覺 對 對 裡頭還邀請了一些人來畫的 對 上個月畫的 好上個月 難怪我在想怎麼會有林書跑 是的 哇 這個環境真的太棒了 撒布尼不只有在這個木雕工藝 石雕工藝 其實呢 在建築方面呢 也已經發揮了自己的巧思 是的 個性內斂的撒布尼 創意不設限 房屋設計就是要與眾不同 除了結合海景外 在不破壞岩石結構的情況下 房屋更是與岸上的岩石融為一體 像是樓梯與牆面 都先用鐵網做出形狀 再用水泥補上 堅持不用欄杆的它 就是用這個鐵網補水泥的技術 讓整個房屋都充滿了流線感 在這裡賞海景 心晃神移 好 岩模的咖啡很好喝 但是呢 重點不在咖啡 而是在這個盤子 哇 欸 杉伯尼 我就想請教 這應該也是漂亮木做的吧 是 漂亮木 這個怎麼會想要說 把它變成像氣米一樣 因為其實阿梅族以前 就有這種木頭的盤子 對 過去傳統社會裡面就有 有 對 這個漂亮木的形給它改變 它做得比較順這樣子 對 經過這樣子的擺盤之後 滿漂亮的耶 是啊 那做這個的話 它會不會有很高的難度 其實還好 對啊 只要你的工具 還有局勢的話 就很好做 就是擺在桌上呢 這樣子其實放著也合美觀 是啊 SAPUY也懂得運用設計 以及現有的素材 來為自己創造商機 沿用了先祖傳統器皿的概念 用現代的工藝 打造出具有商業價值的文創商品 而這一位港口部落的青年 其實就只是單純地 將父親傳承的技術 再加上自己的設計 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就是因為待在部落 所以才接觸漂流木這個東西 為什麼一直持續著 持續在做 就是可以認識自己的部落 然後可以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對啊 然後因為文化這個東西 它會一直消失 一直慢慢消失 就是只有部落的年輕人 待在部落的年輕人 才會去感受到 部落的一些事物 所謂的事物就是可能土地也好 老人家的老人家也好 就是那個都一直是我在這邊 一直想要持續去創作的方向 這幾年也都在做 跟土地有關的一些作品 那些作品其實是想要去表達 自己內心裡面的一些感受 剛剛看了這個大海呢 讓人覺得真的是心情非常的輕鬆 後面就是十堤坪的海域 不過呢 可以看得見這個民宿呢 正好就是背山望海 而這樣的一個環境呢 其實也算是世界級等級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理環境 而住進這個民宿呢 真的是很幸福 一走進這一間阿美族人 所開設的民宿 環境空間著實有過人的設計感 環境位置就處於 封冰箱的實體屏 背山面海的建築物 可以稱得上是得天獨厚 優雅的燈光散發著典雅的氣息 這也象徵著民宿主人的性格 在我們房間裡一探 高規格的床組不雅於高級飯店 房間的鑰匙掛著巴扁別出心裁 從房間往窗外一看 窗子外遼闊的視野讓人心情輕鬆 高雅的公主房 彷彿讓人進入了童話世界 在這個房間裡 床上還擺著玫瑰 氣氛更顯為浪漫 接著呢 端著咖啡杯的我 迫不及待想要從陽台觀賞太平洋 一面觀海一面品咖啡 此刻的我 是最為愜意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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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為愜意的旅客 走去愜意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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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 玉山南路 地形大都是壯麗的高山 因為地暑高海拔林地 更是觀賞雲海欣賞山景的好地方 天然資源豐富 山明水秀 猶如世外桃園 當然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桃園區 阿布斯現在來到 拉布蘭的原住民文物館 其實觀眾朋友來到圓鄉部落 想要更認識原住民的文化 各個地方都有設立文物館 可以讓你進去欣賞到 各式各樣的原住民的文創商品 以及文物 現在阿布斯就是要進去找一位 手工藝很強的吳大姐 走 的確 文物館內 不僅可以認識到布農族的生活文化 看見傳統文物 器具 服飾及童腕 還有部落及其老們的珍貴照片 這一位就是我的阿嬤啦 而最重要的就是有個展獸區 可以將族人們的創作 放在這裡銷售 只要來文物館走一圈 就好像是上完了一堂文化課程喔 來到文物館可以看到 各種樣式的文創商品 還有各種布農族的文物 特別啊 在我眼前看到的是 莫瓦大姐呢 她親手製作的一些手工飾品 布農族的頭飾 對 然後她的花紋呢 主要是以靈形紋為主 靈形紋是在我們布農族 它是一個特色這樣子 然後要綁起來 好 我挨一下 好 好 哇 布農族的頭飾 哇 還有耶 對 手機袋跟靈錢包 對 像這個靈形紋 就也是布農族的圖毯嗎 對不對 特別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原生學員 她做的作品這樣子 背著我的手機 這樣 很好看耶 我知道 板地 對 布農版的其中一塊 那你會發現 怎麼看 就是都會有菱形對不對 那這個 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我開墾劑 我們在開墾的時候 我們會在那個Huma 就是那個田園那邊 做一個記號有沒有 那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說 我在這天要釀那個小米 這個是鍋具的那個 像鍋子一樣的那個東西 那它就要釀那個小米 然後這是代表一天 一 二 三 四 五 釀過六天 快個禮拜 那它在開墾做記號 然後在做的時候 這個就是釀了小米之後 在一 二 三 第四天的時候 這個小米就可以拿出來 很不錯耶 所以其實大姐就是用那個 十字 這是十字繡嘛 對 十字繡把這些紋路 全部一個一個把它縫出來的 對不對 沒錯 對 然後這些都是自創的 那你會發現 就比較多菱形這樣子 對 而且還有這種小髮式 就可以夾在頭髮上的 就是莫大姐的作品 把我吸引過來 沒想到平時愛開玩笑的她 做出來的作品 這麼的細緻啊 包包上也可看見 布農族的板栗圖案 而且這大包 小包 背起來都很方便 其實平時莫大姐 會把握有活動的時候 就去擺攤 但是次數不多 所以也透過文物館 作為平台 在展授櫃 分享了自己所有的作品 同時也在文物館內工作 他說這樣才可以一邊賺錢 一邊投入創作 當然莫大姐的另一項專長 就是串珠 現場來向她請教一下囉 然後開始之前我們要先剪線 然後燒了它 因為… 這樣比較好串過去 所以我們把它燒一下 線剪完了之後就可以開始串了 其實沒有很難耶 就是你也選… 你只要會串就… 就對了這樣 那主要的顏色就是紅黃綠 紅黃綠喔 對… 比較多 不管你做什麼 手機吊飾或者是鑰匙圈 都一樣 也不可以紅黃綠 對 因為那個是主色 你跟我講說好 自己挑自己的顏色 結果我們挑起來 你看看 所以我的肌肉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顏色 怎麼… 然後很快的就可以做完一個 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平常會把這些材料 帶在身上 一有空擋 就做 就開始 哇… 等於你的生活離不開 這些手工藝了齁 因為… 有時候要DIY教學嘛 那… 突然人家叫你的 剛好東西都在車上 就會放兵 哇… 就馬上過去了 因為那是平的嘛 然後放的 怎麼有點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外面那種幸運帶那種 對… 中國節的那種 一樣都要過去 嗯 這樣… 我說我的… 我覺得… 我就覺得很大聲 結果… 真的是… 野豬名方面 哇… 覺得真的好可愛喔 來… 我… 這樣…這樣是不行的 小心 頭痛喔 好的 來… 她的… 木華大姐說是超大手 這樣… 骨架比較大 這樣子 耶… 看到囉 又是…有沒有… 其實做串珠一點也不難 有莫大姐在旁邊輔助 我只要負責挑選喜歡的顏色 不用半小時的時間就完成了 而且跟莫大姐一起工作 真的好歡樂喔 因為她天生開朗又幽默的個性 也常常帶給朋友及客人歡笑 不過擁有五個孩子的她 其實生活經濟壓力很大 常常為了要接送孩子上下課 就忙得不可開交 加上兩年前的爸爸風災侵襲 通路大減 生活有些失去平衡 但她仍然堅持到現在 繼續把握住一分一秒 慢慢地完成越來越多的作品 這種失敗再站起來的精神 是最令人敬佩的 原鄉這裡 所以桃園區這邊也有遇到我爸爸過後 曾經有想過說要放棄 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辦法做 也沒有心情 那本身自己的環境跟 然後收入都不夠用了 然後可能家裡孩子多 當然也有很多的批評 就是說 做這個只是為了要賺錢 也因著一些工房的朋友 然後這些好朋友們的大力的鼓勵跟支持 然後在做的當中 就想說那都做了 那就堅持下去 就像我剛才講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裡面也有自己的創意的東西 也有自己的設計 所以就想說如果就這樣放棄了 就太可惜了這樣子 也有想過說我到底還可以在做什麼 那也有很多的 當然也有很多的批評 就是說 做這個只是為了要賺錢 那可是 真的是一路走來 你很多東西都是要靠自己 不是靠別人給你 沒有人會白白的給你 所以很多東西還是要靠自己來 離開文物館 現在要衝去拉夫蘭部落 肚子餓壞的我 據說在南橫公路上 有一家很有名的飲食店 可以享受到這個季節 特有的道地美食 我已經聞到主人烹調的香味了 等不及囉 好 消息告訴大家 來到南橫公路走進一間 布農族的餐廳 可以吃到季節性的梅子大餐 我已經聞到 濃濃的梅子香味了 這是梅子 梅子無關肉 布農族 想到布農族真的是 好像不會錯過肉喔 其實我覺得餐點 有加上梅子的味道的時候 都很入...很下飯又很入味 對 會下飯 會殺那個肉的油 很不夠膽都要殺掉 加上它的油脂 每年的四月到八月 這個之間 都是可以吃到我們的生菜 可怎麼會想到說 這把梅子 就直接注入在餐點裡面 怎麼會這樣想到呢 就是我們老闆娘 都是她創作的一個梅子餐 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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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三、兩下就弄... 做出這麼多的這些料理 目前因為是水災後 包包水災後 好... 鹿還沒有往前復遠 所以目前的遊客是比較少 就是因為鹿的關係對不對 對 我們布農族叫它說沙夫沙夫 沙夫沙夫是布農族的一種製作法 沙夫沙夫 是 那... 台灣族的叫金阿姆 對... 量比較少一點 我們這個剛剛好是一個人的份 好 打開來看看 哇 裡面包的是什麼特別的料理嗎 香菇 肉 還有芋頭 鹹梨 這麼多 花生 南瓜 南瓜 對 一定是很豐富 吃下一口打麻不滾自己醃製的脆梅 酸酸甜甜的滋味 更能刺激你的味蕾 利用梅子搭配食材烹煮 真的就是 勞布農這裡最道地的 也是這個季節特有的 有梅子豆腐 三杯梅子雞 梅子蒸魚 梅子五花肉 月桃粽 還有烤地瓜 提醒你 快把握這個季節來嘗梅子大餐 不然就可惜了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整片就是香蕉園 但是呢 可別以為我們來這邊是採這個香蕉喔 來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來製作這個所謂的香蕉液的香蕉絲 而這個環境呢 就是在花蓮峰冰鄉的新社部落 要製作香蕉液呢 當然要從這個香蕉絲裡面的纖維來去做一個製作 如果我們接下來要砍的是哪一棵樹 接下來要砍的是這一棵比較大的 我們主頭在 我們的材料都一定要採那個比較 比較 比較 粗一點的 粗一點的 越高越好 那我想請教你 如果說製作一件香蕉液的話 那可能要砍幾棵樹 像這樣這麼大的話 大概要三棵到五棵 要砍那麼多棵這樣 對 所以這個素材真的是非常珍貴 非常的珍貴 好啊 那我們要怎麼砍呢 要砍 之前你要先看它是不是已經懷孕了 怎麼看 怎麼看 懷孕的話是看哪一個 看中間 中間 中間 哪一個部位 這裡面哪裡 裡面那個是不是 裡面就是那個 就是 那個聳立的 起來的那個 對 如果說胖胖的會怎麼樣 就是準備要生 對啊 準備會那個 就要生香蕉了這樣 對 那種就不適合是不是 就不適合了 如果說你懷孕 也準備要生香蕉 那一顆所有 它的那個 纖維 它的纖維就太容易斷 對 所以這個沒有懷孕 對 這個沒有 這樣 那這個就可以砍了嗎 可以 那 怎麼砍 看哪個部位 會用鋸子 要用鋸子是不是 是 從樹根是不是 對 對 這麼容易就 這麼輕鬆 樹要倒了 就是這樣子嗎 這樣子 我們的素材是要 裡面的 比較漂亮的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 那個葉竅 這個就算葉竅 那這個 這個比較 比較醜的這一個 有幾片是最外層的都不要 這都不要了是不是 對 這個都不要了 還要讓它滾動一下 這樣 對 這個也 這個是葉子 葉竅 它的葉竅 這個我以為還是不行 這個還是不行 那什麼樣的顏色呢 其實香蕉 這個香蕉葉竅 它是紫紅色的 它是很漂亮的 這樣就 這個雙可以嗎 這雙可以 這樣 所以是慢慢拔是不是 慢慢剝 一片剝開 等一下 老師 我們講解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它 一片一片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對 那翻過來的話 這樣看 整面是白的 那這個是紫色的是不是 這個是紫紅色 紫紅色 對 所以這個就可以使用了 這個就可以使用 然後 我們所謂的金線跟尾線 就在這邊的時候就給它分了 這個最旁邊這個是金線 靠中間的就是尾線 靠邊邊的就是金線 金線 對 所以我們金線尾線 在這邊就要做分類了 在這裡就做分類了 一踩下來馬上就做分類了 馬上做分類 懂了 對 砍下來的香蕉樹 必須要立即做處理 這個純淡紫色的葉片 才是香蕉絲的基本材料 剝下來的葉片 有金尾線的分別 整面葉片的兩側 使金線較為堅韌 而中間的部分 則是尾線 部位的分割方式也很特別 用的就是刀背 實際操作之後 確實比刀鋒割得還要順手 自己也想要稍微試一下下 真糟糕 這失敗的機率還真的很高 終於大夥們把葉片的金尾部分 做好了分割 不過接下來的動作 才是製作香蕉絲 最困難的地方 一腳踩住 上面這一端 先把它折開一點點 然後再折這樣子 慢慢把它拉下去 然後再這樣 還有刨絲刮絲這樣 對對 慢慢的下來 我還以為只有分金尾就沒事了 沒有 它這個一定要把它剝開以後 剩下像這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這個才是真正香蕉 是要取得的那個 對 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那個顏色 因為它裡面不是白白白的嗎 對 那個一定要刮乾淨 要不然會撲爛的喔 會撲爛掉 對對 這個才是你們真正要取得的那個素材 對 這個真正取得的 就是這個纖維 全部刮起來 刮好以後像這樣子 就一片一片 長條的一片一片 就拿去外面那個太陽底下曬 那所有的製程後 那哪一個最麻煩 就是這個最麻煩 要刮除多餘的纖維 實在不容易 最後畫面中的表皮 才是製作香蕉絲的基本材料 這一間工方 堅持使用傳統的刮絲的技術 當然刮出來的表皮 最後就是要將它變成香蕉絲 不過製程絲還有其他程序 老師 這個就是曬好的是嗎 對 曬好的 這是完全曬好的 經過兩天三天都曬乾了 就會變成這種顏色 對 它會比較白 就是因為這一定 我們在曬的時候 一定在太陽很大 高溫曝曬的時候 對 才會這麼漂亮 要不然它會有一點一點 就是斑點會不好看 下一個步驟是分線 分線 這個要用那個鑽子 一條一條把它分 分成激素跟藕素 還要分激素跟藕素 激素跟藕素把它分前後 然後會比較快 要拉著就一起拉 拉成長條的一條一條線 分插分插 拉出來 拉一起拉 對 就變成兩排線這樣子 對 兩排線這樣 然後呢 再把它接一條一條 把它接起來 平打平結 然後放在這個籃子上面 激成很多之後 再把它捆成這樣 這是手工的捆喔 哇 好漂亮 那完了之後呢 還有下一個動作嗎 這個好了以後 就準備整巾 就經過整巾 經過整巾 看你要多寬的 你要支多寬的布 全部整巾拿 好了以後 把它把它拿起來 就把它架在這個 水瓶式的 水瓶式的地基支布基 支布基裡面 哇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算是比較素色的顏色 對不對 對 那你們染色是用什麼 我們一般這邊 因為就地起材 比較方便 就用鼠狼 還有檳榔紙 檳榔紙也可以 對 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檳榔紙就變成這一個顏色 哪一個 紅色 這一個 這一個啊 比較稍微深一點的顏色 深一點的顏色 那其他的其實都是植物的顏色 這個全部都是植物染 將香蕉絲製作成線材之後 就可以進行香蕉絲的布 布料編織 製作一塊塊的香蕉布料 之後就可以製作成 道地的葛瑪蘭香蕉衣 而這樣的布料 看似與柱麻縣 所編織出來的布料 不過呢 香蕉絲就是與柱麻縣有區隔 除了可以做成衣服之外 還可以製作成文創品 所以老師 這個香蕉絲除了製作成 剛剛看到這個背心之外 還可以做成這種東西 都可以 都可以 小包包 有包包 這是一個零錢包 零錢包 零錢包 種子零錢包 還有這個大的背包 這樣的 大的背包 對 這個大的背包 我們用我們植物染的這個籃籃 給它搭配 搭配這個香蕉絲 還沒有夾著 那這個區塊都有經過 設計師的設計嗎 這一個是我們自己想的 想到因為生活所需 以前都沒有想到說要設計什麼 我剛剛其實眼睛一直盯著這個區塊 似乎好像變得比較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那這邊有什麼不一樣嗎 它的線材 它的粗細的線材也有差 它的精緻度 這樣 是差很多的 你可以比較看看 它的粗跟細就差很大 是 平均度也有差 還有圖紋 是 還有花紋 這個就比較沒有 那是算平均 那這邊更不用講了 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應該有經過設計包裝 對 這樣喔 它過去是沒有設計 過去沒有設計 這個是有稍微設計 經過設計 這個是近代的商品 近代的 看到這個 我覺得想要放看看我手機 不知道可不可以 剛剛 剛剛 待會兒把它買走 好笑 這間工方當初香蕉絲製成的文創品 其實是針對市場的需求 製作出一般的包包還有化妝包 但是經過十年的演變之後 終於香蕉絲的文創品 開始做出了變化 香蕉絲的手機袋 可以結合皮革製的複合媒材 配上拼布的化妝包 更具有時尚感 那另外品項還增加了餐具包 以及各樣設計款的零錢包 格馬蘭的香蕉絲 也可以創造出高規格的商業價值 香蕉絲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智慧 我們這個晚輩 我們希望不要讓它斷層 可是一段時間斷層之後 還好我們前輩的 大概就比我們大一點的那些老人 又把它救回來 真的是很高興 我身為格馬蘭主 我也真的很光榮 可能香蕉絲呢 在這個錢果裡面 大概只有我們花蓮這邊 格馬蘭主香蕉絲在做 這個東西都是很環保很傳統 然後很天然的一個東西 我是很喜歡 接觸到它真的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用手工的東西 那這手工有它的美感 所以我會越來 對它越來越有興趣 現在做的東西呢 經過設計 設計師的設計 真的它的東西是越來越時尚 真的現在的年輕人 應該會是可以去試試看 好 走去部落呢 又到了這個美食品嘗的時間 不過呢今天可以看到 這個阿美族啊 在封冰箱這個環境呢 它是一個靠海吃海的民族 那 撒西米裡頭還包著這個海菜 這樣一下 挺特別的 還有一點嚼勁 海菜蠻好吃的 那這裡呢還有這個 這邊呢因為 飛魚呢也是當地的特產 所以呢這邊還有所謂的飛魚乾 吃這個尾巴 這個是封冰箱的口香糖 非常天然 當然啦 在這個環境裡頭呢 尤其是這個 漸筍 就是包上這個培根肉之後呢 整個口感就不一樣了 挺好吃 剛剛一直看一直看呢 不曉得裡面包的是什麼 不過呢還是品嘗一下 又酥又脆 這是白米飯 然後配上的這個應該 是當地這邊特有的食材 創意料理 真的非常好吃 走去部落 來到封冰箱 超讚 近海的封冰箱阿美族人 這裡所用的美食料理 所使用的食材 都是附近海域現撈的食材 阿美族人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經過料理之後 真的是令人實質大了 那現在阿弗歉就是要去拜訪 一群飽山歡樂的快樂的布農族媽媽們 看她們正在做什麼 走 一起去看看囉 我來的美美美 你好 你好 我來的阿布 你好 我來的阿布 很開心來到這邊 你們都在忙著做刺繡 對 我叫薩布 薩布老師 很漂亮又很有氣質 老師這些都是你的作品嗎 這些都是媽媽們的作品 原來幕後工程 只是在旁邊輔導而已 真的喔 原來幕後工程是這一集媽媽們喔 這全部是手工刺繡的 這全部是手工的 十字繡全部縫出來的 對 這工也太細了吧 全部都有 那這樣縫的話 大概縫很久很久 她的酒是多久呢 如果說按照 就是說程度很OK的人的話 至少如果說 像我們這樣上班 一天八個小時的話 她可能要縫將近一個月 一個月 那像這個 我知道 她一定就是布農族的 布農族的圖騰 圖騰嗎 就是那個年曆嘛 對 那這個是 這個是開墾選地 好 那我們是一個想到時候 用布農族的板曆來 一樣一樣的做 所以這一個 那目前我們做了兩個 第二個是 收利寄宜 這也很可愛 只有兩天 那這個遠遠的就是我們 布農族講的 獨辦 獨辦 紅禮啊 或是小米啊 地瓜啊 芋頭之類 曬著那個就是一個 象徵性的獨特 先看這一個有沒有 再看這個 一樣 都很好看 那這個銷售非常的好 因為它很方便 在我們原住民的話 背起來 裡面放我的小刀啊 我的打火機啊 像我們台灣族 如可愛吃檳榔的 檳榔啊 煙啊 然後什麼都放在裡面 還有 那現在你的手機啊 或者是你的 小錢包之類 都可以塞在裡面 背著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是去看 別人的投資 然後我們再用 我們自己的 方式這樣子 自己去 來秀我們自己 需要的東西 對 哇 我也加入你的團隊了 對 好開心喔 這些都是貓阿門 手工就是一針一針 縫出來的 戴上去 覺得非常的 有這樣的榮幸 這個是那個小錢包 錢包喔 對 這圖案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小錢包 這個中間是紅色的 然後這個是要 進來縫很久了吧 學這個刺繡 很久啦 有這個差不多縫的 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這個要有耐性 好… 你這個沒有耐性的話 不能做 就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因為這個是一針一針的 風 這個東西 就要一定有那個耐性 要忍耐 就才可以做這個東西 真沒想到全部作品 都是媽媽們一起合力完成的 而這位美麗又親切的 薩布老師 完全沒有岩師的架子 與媽媽們歡樂在一起 也因為我們寶山的布農媽媽們 邊做邊講笑話 讓大家都樂於工作 整間教室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媽媽們說 要保持愉快心情 才能做出漂亮的作品 就連平常去外面擺攤 開朗的媽媽們 也都是最受人瞩目的一群 而其實 家福所成立的十字秀班 除了讓族人可以共同學習 交流技能之外 更讓媽媽們也找到一份 可以就業的方向 同時也成為銷售品台 讓媽媽們的作品 可以讓大家都看見 你的針在那邊 好 你鑽一下 經常講話講一半 來 線子在這邊 好 你摸一下 好 要鑽線 鑽針 穿進去 還好這個洞很大 對 所以我穿得 過去一個方向 對 對 對 然後 這邊 對 對 那你就不做了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圖案 這個 那你就一 因為你還沒有 這麼了解的那個什麼圖案 你就一直走這樣也很 去練習 對 去練習 一條這樣 你就走一條就不做了 你們剛開始也是這樣喔 對 剛剛學的話也是這樣 沒有人說馬上就 這麼會做那個 這麼好的圖案 嗯 我想生很多孩子 你要 要生很多 那你又保上越來越多人啊 你看 你就會了 一條一條這樣 好 先練習 哇 你看 我再試一個 這個是我們 我們都用這個仙 就是這個 不一樣的 紅 紅黃烈的 媽媽們一直叮嚀說 女孩子一定要會縫十字秀 不然就沒辦法成家 使得我有點壓力 也更加有信心要完成 既然阿倫也在旁細心指導 一直鼓勵也一直誇獎 可能是因為媽媽們的膠帶 學習中的我 不敢釣魚輕心 發現我還滿有天分的 越來越上手囉 其實不難 就是要常常練習 就可以熟能生巧 我以後一定也可以 為我的另一半幾孩子 做好傳統服飾的 看到沒有 這一條 不是我縫的 我縫的在這邊 經過三十分鐘之後 縫的大概有三條的顏色 真的 很厲害了 你說我很厲害了 沒有幾秒鐘就做 做一個作品 對 半個小時縫的這樣子 可見這一條要縫多久 你想想要縫多久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有收集到一些媽媽們 做的這些作品 有機會購買得到的話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喔 還是給它打開一下 見到熱情的媽媽們 真的很開心 寶山裡的族人 因著許多因素 不得已要遷居到六歸來 學校退休後的薩布老師 樂於分享一同學習 透過家福單位 當然還有部落媽媽們 願意投入用心創作的精神 才能有許多作品 漸漸的展現出來 作品也許不像百貨公司的專櫃 那樣的有質感 但我們的作品 都是來自於媽媽們 一針一線縫製而成的 這樣的作品 待在身上 都可以感受到 讓媽媽們的歡樂及開朗 那是一種感動 這樣的價格 才是最昂貴的 那這些媽媽們 真的是很不錯這樣子 有說有笑 而且從媽媽的心得裡面 我也可以發現說 有些媽媽在家裡 真的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他們很憂鬱這樣 那來這裡 每天有工作做 然後大家會互相幫忙 有生病 有病痛 會互相說出心聲這樣子 那他們心靈上的輔導 我覺得也是很棒 接了這個工作以後 讓我慢慢去了解 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真的是很優秀 我自己先構想 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還沒有進來以後 我就已經構思好了 我要做什麼東西 那因為這些媽媽們 他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就好 就我按部就班 從最簡單的東西 從最基本的來做這樣子 那所以我第一個就先做 小錢包 我現在在那邊 我多等都會做 但是基本那個小東西也會做 高自己的力量這樣 你看一個月兩個月這樣 一千塊一千塊這樣 也是很多了 很多年了 現在就快買到了 告訴你喔 努力的擠拿而論 幾年下來的創作沒有停過 把每次賺取的費用存起來 然後啊 就會自己買了一輛敞篷車耶 你看 喜歡上桃園的朋友們 想要來一趟 連住宿也會是一大享受 來到建山部落 也有一處小小室外桃園的民宿 走進房間內 溫馨溫暖的設計 絕對讓你住得舒服又自然 站在陽台往外望去 可以見到整個建山部落 view是非常棒的 特別早上起床後 也有讓你驚喜的貼心喔 不只是可以嘗到特製的咖啡 及營養早餐 民宿周邊還有一處很少見的 紫斑點園 更有一處可愛的蔬菜園 加上熱情女主人為你貼心服務 絕對讓你都不想回家了 行動就不如馬上行動囉 一來到花蓮縣封冰箱 這裡的景致令人嘆為觀止 得天獨厚的山與海 是這裡的天然資源 Sabway的雕刻技術 與房屋的建築創意令人大開眼界 整間工方簡直是觀海的度假天堂 當然好奇的我一直想要探索 香蕉絲到底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說實在沒有親身體驗 根本就無法得知 香蕉樹也能夠成為服飾 還有文創品的製作素材 而在這裡的美食 與優質的民宿 真的是令人覺得 來到花蓮縣封冰箱一遊 直回票角 這一趟 我真的再一次認識了自己的家鄉 桃園的布農族 真的是淳朴又樂觀 莫大姐是位很堅強的女人 即使生活中有再多的困苦 身邊有再多的反對聲 仍然抓住自己的堅持 認為傳統文化不可以就此消失 而努力到現在 終於獲得家人 及部落族人的肯定 而寶山裡的媽媽們 離開山上後 在六龜 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天空 也努力於傳承十字秀的工作 更要感謝薩布老師的熱心陪伴 看見部落的長輩 經歷重重難關 仍然延續布農族的文化命脈 身為寶山一份子的我 不禁反省自己 能夠為部落做什麼 此時感謝萬分 因為有你們的堅持 才能讓桃園的文創 繼續走出去 那天你說要走就讓你如願一場 留下的想 留下的想由我來唱 如果親切的手可以輕易的放 分手和你再牽連 轉身就把一切遺忘 我會不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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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